今天豪材人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景品GG系列的羅賓啊 可是我發現最近前陣子又重新翻了那個航海王的舊本 那個羅賓是不是變白了 從這樣看感覺好像變白了 第一個開的這是B款的 算是 太重嗎?它裂開了 打開後裡面是這樣子 分成一樣主體 底座 然後頭部 然後另外一款 兩款都一起開比較快 好像就也沒必要 在那邊 一款一款介紹 比較好 然後打開後裡面 剛剛那個有個問題 一樣有這個問題 就是可以看到基本上一半的空間 一半的空間就是被綁住了 就是有點浪費這個空間 好像景品 越大盒 我發現好像只有這一類的問題 然後身體上 底座 然後就先剪開給大家看 這個是A款 然後底座就是兩隻都是在右腳 而且我發現 這一款的羅賓不愧是手女系啊 它就是 有裝上彩繪指甲的部分 有獨支甲油啊 並沒有彩繪指甲說錯 一樣底座就是一個水紋的顏色 B款A款 我覺得 底座沒有很穩 因為它主要 這層面是 另外一隻腳是 算是 威脅的 然後頭頂有帶一點草帽 應該不是 進來一點 好 開始看 先看A款 注意看的話 它的手 除了指甲採 除了有塗指甲油外 其實 還有帶尾戒 這點蠻特別的 然後穿的是那種 除了穿泳褲以外 它除了穿泳褲以外 除了穿比基尼的泳褲以外 其實上面還有套一層 小的 算是 牛仔褲吧 所以算 熱褲 頭髮還不錯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 這個頭髮這樣子的 風吹的感覺 就是 還算自然 並沒有像一些 有些款式 我就覺得 頭髮有點古怪 然後比較妙的一點 是它的剛硬的部分 我們俗稱的剛硬的部分 它是在頭髮這裡 這點還蠻特別的 轉一圈 然後上面看的視角是這樣 比較可惜 它的 上面的視角 剛好會被它的 左手給擋住 而且它這樣子變成 它的臉 它的臉 它的正面的臉 會被它自己的手 給擋住 所以你看它 基本上都是側臉 它不能有 沒有正面的可以 正面的可以讓你看到 有點可惜 正面臉上 另外一邊這樣 然後注意看它有戴耳環 上面是這樣子 正面這樣 上面的視角這樣 底部這樣 腳指甲這樣 然後另外一款的話 它的牛仔褲 變成綠色版 泳衣 變成所謂的 這應該算米色 帽子 注意看的話 其實帽子也不一樣 還蠻特別的 就連直 欸 我現在才發現 它就連那個 所謂的指甲油的部分 都不一樣啊 所謂的A款的指甲油 是紅色的 B款的指甲油 那算是粉紅色的 還蠻特別的 然後胸口的 欸不是胸口 這要算 泳衣的上面的話 這邊 這算什麼 水滴狀嗎 這邊有圖案啊 這邊也有圖案 這邊也沒有 這是這樣 這是 可是我覺得我這一款GG的 腳的部分 我覺得沒有仗得很穩 因為不夠深嗎 這是 航海王GG系列的 羅賓啊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考慮去購買啊 羅賓的售價 反而比 之前有介紹過的 納美稍微低一點 這點比較特別一點 我不太懂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P5 這邊可以看到 這個樣子啊 這有兩款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 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的